同學大家好 今天就想跟大家講講 Sample Paper的Elective Free Energy and Use of Energy的MC 先看看第一條線 他就問你COP的定義是什麼 理論上COP以往我們通常都是處理過Aircon 如果是Aircon的話 COP的定義就會是Cooling Cap 除回Power Input 但你如果真的看過答案 你一看下去 其實就好像沒有這個答案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我們先看看一間房的情況 我先看一間房 以往我們就說 一部冷氣機有多好用呢 Depends on你給的Power Input 一個Unit的Power Input 即是放墳墓這個定義 究竟可以幫你的房間抽走多少熱力 Cooling Cap放墳墓墓 所以最後你知道熱量一定是放在外面 Q2 over T 好 第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我剛剛也提到這個是一個Aircon的定義 Heatbomb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可以把熱力 由一個冷的地方 運到一個熱的地方 理論上就好像平時的冷氣機一樣 但不是只有冷氣機 其實暖爐也可以 因為一個暖爐 基本上就是把熱量由外面 即是冬天的時候 可能由外面抽些熱 然後運到屋內 這樣 所以這次 看一看這個情況 有少許變化 看著吧 那把黑色的部分 拆掉它 然後我把屋子 今次 在冬天來說 我就說去裡面 這裡 OK 它在外面抽些熱出來 加上暖爐 本身要用電 最後在屋內就被QE over T 變成這個定義 其實是看B的選項 其實就對了 但你說這個其實真的很少考 記住 Sample Paper和Practice那些 因為很久之前出落 所以它問的方式 和題型都很不同 那麼多年來 都未問過 除了冷氣機之外 暖爐的定義 所以你自己看有沒有需要檢查 如果一個暖爐的定義 就是QE over T 除了Power Input 除了COP 暖爐 可以了 可以了 那不要混亂 AIRCON AIRCON 他就問你 現在你盞燈 就放在這個位置 它照這個位置 是在FETA 和FETA的角度 和R那麼遠 他就問你 這個Illuminance 究竟是Proportional 那些什麼 先寫一下公式 先寫出來 也是典型 E等於Flux over 4πr² 乘回Cos FETA 這個CosFETA 都是因為你的光打下去的時候 打不正 要找回Vertical Component 真是打到面上的光 可以嗎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它是一個Point Source 這個FETA 變成它的能量 spread的時間 是spread了一個球體 你現在就是 在這個球體上 找找其中一點的能量 所以你把這個FETA 除回球體面積 將能量分佈 好了 然後我們真的可以 代數進去 看看這些數字 你看到 這次它有個R 我先塞個R 所以如果你是 又有FETA 又有R的話 它應該是Proportional 到CosFETA overR² 但你看到 它這兩個 似乎都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要看看H 那你把R 要轉掉它 因為它沒有R 就只有H 那R 就等於 R和H的關係 就是RcosFETA等於H 對不對 所以R就等於H 除CosFETA 變成你做那時候 就是Phi over4pi H overcosFETA 的Square 成CosFETA 變成你現在 是有3個cosFETA 兩次方 三次方 那你把這個 在墳墓除掉的話 它會放在上面 所以是cos的3次方 除H Square 變成答案 就是C 就是CosFETA 好了 我們馬上看第三條 三條 都是小米一些 但是很難做 這些同學都不熟 它就說 如果每一個 Each Vision 就放200MV 那究竟要 多少 How much的Uranium 才可以 Generate Output Power 是1000MW 其實這些好像 數東西的遊戲 但這些同學 始終都不太熟 這隻運算 先寫一下公式 Power Input 乘回Efficiency 等於Power Output 這次 其實它似乎 沒有提到Efficiency 你當作100% OK 那 Output 能量 這次要是 1000MW 即是 乘回10 6次方 Input 能量 你是不知道 做多少Uranium 去做這個reaction 但是留意 它說到 Each Fision 就放200MW 所以我們可以 用這個資料 去計算 我們要多少個Fision 那我們就在這裡 先放200MW 乘回Number of Fision 就等於 1000乘10的6次 那當然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MW的單位 你要轉為做的 是不是 你要弄走自己 弄走個me 那M就是10的6次 這裡也有10的6次 所以你可以不理它 乘回1.6 乘10的-19 你把它換成數字 然後就直接變成 Joe的單位 可以嗎 這個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 你會先把10的6次 好了 那我立刻 按按機器 看看做好幾個 這裡可以再約1 這個是5 可以嗎 所以就會是5 除1.6 除10的-19 那N 你計算到是3.125 乘10的-19次 即是你要這麼多個 Number of Reaction 你記住 你要這麼多個Number of Reaction 代表你要這麼多顆Uranium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記得Uranium 那條公式 即Fision Process 其實我們說 一個Uranium 加上Number of Reaction 就足夠Carry out 這個 叫做Fision Reaction 那變成 如果你需要這麼多個Reaction 即是你的Uranium 的數目 都應該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你要這麼多Uranium 即是你要多少KG的Uranium 這個先拿你名 這個是關乎那些CAM的 Number of Mode 那些東西的轉換 所以很煩 好了看著了 有個資料你要知道的 就是 其實這個 先用換顏色 235這個 其實是Uranium的Molar Mask 即是說 原來1mol的Uranium 是235g 那這個資料 其實在每一個element 如果它額外拿到數字在旁邊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它的Molar Mask 那變成 即是說 現在我有 200 即是如果 現在我是235g的話 我就會有 1mol的 粒數 1mol呢 就是 1 6.02 Sorry 我都幾錯了 6.02 乘10的23次方 那麼多粒的Uranium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想 要3.125 乘10的19次方 按多粒的Uranium 那你要多少kg呢 OK 好 那你把那個 分子轉到kg 先 235g 即是0.235kg 是吧 那你做個比例 其實你就可以算到 你究竟要多少kg 對不對 好 那我按一下 1.0.02x10的23次方 那這裡其實公式幾乎都有的 但我剛才都不要檢查 3.125x10的19 好 好了 那 然後這個扔過去 0.235x10 那我算到 那我算到那個答案 就會是D來的 那你自己試一下 對不對 這條畫都是難做的 在運算上難做 很繁複的 去做這些比例的東西 對不對 好了 到下面了 他問你誰不是電動車的特徵 或者優點 那電動車當然 那個推進系統是用Motor的 變成他不放廢氣 那這個剛剛的 因為我們說 在製造電力 電動車的原料的時候 即是電力 其實都會製造廢氣 因為你都是透過燒煤那些東西 去製造電的 是不是 那所以這個你問我 我最好說 Cmol Emission During Usage 即是你用著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會放些 放些Cmol Emission 各樣的氣體出來 那但是你是produce Energy source的時候 就會用到的 好了 那第二個 他就說 Low Energy Cost Per Km 那這個適合 因為你用電 其實是低成本的 那第三個 Long mileage range 那這個一定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說 電動車其中一個 最大的弊病 就是他用電 其實他走的距離 是比較短一點 那這個也有提及到的 最後他就說 他有Energy Security By Diversifying Energy Source 那這些同學就不明白了 其實這個就是 他的能源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出來 其實電動車用的能量 就是電力 那電力產生的方法 確實有很多 風力、水力、太陽能發電 甚至你可以傳統燒煤產生電力 那所以這個我們說 有很多不同的Energy Source 可以做到的 對不對 那我們先看看第五條 先看看白奈偉 這要選了什麼 先選了 第五條 他問你誰可以 reduce heat gain in summer by building in Hong Kong 那這些我 是頗不喜歡做的 其實 因為他經常寫一些 statement都不太清楚 那先看一些直接些 好了第一 他說increase otv value for the building envelope 即是你做座椅的時候 你把ot tv 做大一點 那ot tv 本身的公式 就是ray of heat transfer 除了area 所以如果你把ot tv 做大一點 變相你等於 令到那個 building 的設計上 可以用到更加熱 它就不可以reduce heat gain 那這個當然是不對 OK 第二個 apply the solar control window film 去reduce heat gain 這個似乎就是 那solar control window film 其實就是一個 一塊東西來的 貼了下去 可以減少infrared transmit 進去屋裡面 那你就可以減少 那heat gain in summer 那 第三個 他說minimize internal heat gain from indoor activity 那理論上 heat gain by building 他計算的時間 就在外面傳入來的熱 包括conduction conversion radiation 那內部傳熱 這個就不是太算的 那因為 即是你很難控制 其實這個是 那最後 他說improve air tightness of building envelope 那之前有提及到 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開多些窗 其實有機會 在夏天的情況 就增加個conduction rate sorry 增加個conversion 熱空氣傳入來 那如果你試過 夏天開窗 熱空氣傳入來的那一下 其實都真的挺熱的 所以這個improve air tightness 其實不太知道 那我當它開窗的話 其實就不對了 那因為有個答案 很明顯 你都不用特別想的 好了 去到下面 這個呢 就是說solar constant 是1367V per m2 即是說 我當你有個太陽在這裡 才算 那這個太陽呢 照到地球的時間 畫太小了 好了 原來你的地球 每一個m2 就會拿到1367V 那這個是solar constant 對吧 那我們說 看看你的太陽能板 幾大面積 我們就推論到 你拿到多少太陽能了 但今次他是想推論 你的太陽總共放幾多能量出來 其實這個運算有少少像 它給你一個illuminance 要你計個luminous flux 對不對 那條公式 就是5 over area 等於e那條公式 有少少像這個 它叫你計算光源強度 計算5 那你做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把太陽所放出來的能量 我們把太陽放出來的能量 我們當它應該是一個point source 就是一個球體釋放能量 那你要計算 那整體能量的話 你就是用這個 term 乘回你的總面積 即是4pi r square 就可以了 這個距離就是1.5乘10的11次方 對不對 所以你當它是球體的話 就是4pi r square 再乘回這個數值 對不對 那只按一下 5乘10的11次方 的square 乘4pi 乘1,3,6,7 好了 那就搞定 那就算到了 A的答案 好嗎 好了 接著去下面 這個其實純粹是看看你熟不熟 那個風車的derived公式 那你的風車的derived公式裡面 其實我們就說power等於2分之1 rollav3次方 那我們做的時間 有幾個 assumption 那如果你有印象 我們是假設那些風 其實是直接打直地打到線頁 而我們那時候這個derived 是Based on這些particle 的kinetic energy ke除了time 去做出來 可以嗎 那詳情我們就不做了 大概去看你 Tephanoc也有了 那我們說 我們做的運算的時間 我們假設這個swapping area 是沒有變的 而且不斷有空氣 垂直打進去你的風車那裡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選擇了 所以他說assume the density 就是constant 這個有點廢 因為你用得公式 那個roll 你只放一個數值 你怎樣可以變呢 density 這個constant一定是 那麼這個directional wind 是relative to orientation of turbo 都是 unchanged and perpendicular 垂直打進去面 這個是對的 好了 最後area of swept 你也不用說 你這個a代數的時候 擺成pi r square 即是風車可以 sustain到那個area 所以都是不變的 即是不會突然 風車變大變小 對不對 好了 最後這條 就有些問題 你看到他問了些東西 都很奇怪 他問你究竟一個fuel cell 即是一個電池 可不可以叫做renewable energy source 這個你看看renewable energy source 那一個定義 其實就是要是一個primary energy source 即是它的能源是本身做到出來的 而不是由第二種能量做出來的 Let's say Fuel cell 即是電池 它本身的能量其實是derived from 別的東西 譬如 你那些可充電的電池 你的能量是derived from 你充電的電 即是你的發電廠的電 還有 第二樣東西就是 它似乎對這個renewable energy的定位 就是一些natural resources 這個很奇怪 所以我們說電池就不行 那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它做不到的 即是你本身有太陽 你本身有風 你本身有水 但是風力水力太陽能發電 全部都是叫piber energy source 或者叫renewable 但是Fuel cell 其實不算 所以 其實它已經給了答案 就是A 行不行 但是 有些同學 其實D也有點像 因為 我們說renewable energy source regenerating time 應該是要很短 譬如你太陽能 你全時間都會有太陽在 即是你不會突然 你今天用完之後 第二天會沒有了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 也有點像 其實這條 它做得不好 不過你真的選擇 我就會選擇 我就會覺得 偏向是A 你看到 每個答案都有點像 這條 最好不要找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這條 諸多